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菩萨以极灭力 那你还真的不知道如何以极灭力了 怎么极灭 所有的念头把它掐死吗 对吧 你要把念头都掐死 那掐死还是有念头啊 掐死那念不能灭 掐死那念要是灭 它又死灰又复燃了 对吧 根本没灭嘛 从头到尾就不能灭 也灭不了 所以整段经文都是跟什么 所有的经文都是跟发菩提心行者说的 那发菩提心就是那年之间在根本决体上圆参的人 你当然在于决体上去体会的 你当然明白 那个信德的根本之中 它本来无作的 本来的作品 本来的信体就是如此 所以你当然就站在这个信体上面 你能够知道那个极灭 所以那个极灭是一个行者最初了解决信的最初 你要是最初了解决信的时候 你连那个极灭两个字你都还没办法体会得出来 表示你在下手处 你对大觉的体会就是什么 可能的方向跟因底心中就错误 因为可能你就还是抓着世界上的种种的名相在上面 还是不断的绞绕 以为叫做修心 以为叫做修决心 以为叫做修佛法 叫做修佛心 但真正是修心的人 你在上面决心的体会 你当然能够知道决心的极灭嘛 因为决心是用到现前所有的一切 当下每一个念头中的 就是平常日用当下 你都会拿平常的日用上面不断的回光 每一个起心动念里面 你都知道是你下手处去认得如是决体处 他不是在哪个其他的作为之中 还以为在攀缘哪个气氛 有一行可修 有一行可得那种妄想上面再说下手的 他是真正老老实实在每一个起心动念里面去认得那个觉醒 能觉的是谁 那个觉体的亲民吗 当你在每一个感觉里面 你都能够开始回光 体会那个能觉的亲民就是觉体中的根本的作用 你总有一天 你会住在能觉的亲近看一切所觉 因为能觉所觉其实就是一心嘛 过去只是你不认那个心目 你躲在所觉的妄想 将来你要是真正懂得念念之间 向这念心中去认 但这个心也不会亏复于你 总有一天就在你去认当下 他就能够回光 你就是要回光的作用当下 他就在这个因缘之中 他真的就能回光 什么叫回光 你会站在决体的角度看一切感觉 你站在决体的角度看一切感觉 从这边再开始再说什么 才开始说修行 因为站在决体的角度上面 你还要念念之间 一步一步的破除种种障碍 破除种种无名 都是从这里开始 才开始修行 所以最初连那个决心都还不认得实 那不过就是什么 不过都还 只能叫做 还在前面不断地积聚自量 张仰发心 不断地忏悔啊 干什么 就是张仰那一念想要回光的决定心 就是讲张仰那一念 我要修行 要了断生死 那一念心中的悲怯 就在张仰那一念 当你那一念若是赤神时 你自然而然就在决心上面 你就会老老实实念念之间 想要归家 因为什么 你不甘心流浪吗 你不甘心流转在生死中吗 你不甘心这一生死了以后 你都不知道死到何处去吗 都不知道下一生的我是谁 你再也不甘心吗 你也不愿意再做这些愚痴的众生的业力 不再不再这个这个这个 流转在这些业力上 所以你单要这样的发心 这一念心也不会亏负于你 你一下子回光上面去体会发心 将来心中就回馈你回光的作用 因为它就是异心啊 所以将来你站在能觉中 看清一些所觉也还是异心啊 所以你过去在所觉就不会明白能觉 将来在能觉就一定能够明白所觉 就好像过去你在静色上面不见得你会明白什么叫静体 静照 可你只要真正住在静性上面的静照上面 你就一定能够明白静色的 静照就在静色上 当你在能觉之中明白所觉时呢 你就会知道 因为能觉也是无形无相的嘛 大觉心体之中它能够现种种能所 但觉心能现能所处更能够让你去体会 它是超越能所之中的一体的圆明 因为它是一体的圆明 所以现前你仿佛就有能所的作用嘛 所以在所其实就是能觉现前嘛 在能就是能够成就一些所觉之处嘛 你明白这个道理时你居然能够能所都不住啊 所以你没有照见能时你根本不能够离开所 当你照见能时不但你能够照见所 而且慢慢慢慢你能够拖出跳出能所 纵然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在能所上面 能够说真正能够断得了能所 但最少你真正明白能行之时 你对那个根本决心中的一体圆明 它非能非所的清净 你心中已然再也坚信不已 虽然都是坐在能中解释 你可能智慧还不能够超越能中的作用中解释决心 但你对决心的一体的圆明 它超越能所的信德 你一定不疑惑 你一定明白 所以在这个明白之中 你将来就能够慢慢慢慢从能所之中处理 那个处理中不是说就没有能所 那个处理是你清楚能所 但你突然以后天天会发现 你站在决心的一体圆明上 看尽一切能所 你才会知道原来过去住的能中都是什么 都还是过去众生夜感的妄想执着 真是妄想执着 那个执着连你都执着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怎么执着的 就是妄想中执着了 执着有个能 可只要你在这个能中 你你之间还是懂得惭愧 懂得发心慢慢都是在这个上面 慢慢不断的为自己慢慢增进 慢慢在这个崛起上 在这上不断的参救 你中有天就在你过去以为有执着的那个能中 你突然看见跳出执着的清明 那都是一步一步见次登上的 只在这个一步一步见次 这个登上当下 你一定清楚决心的作用 所以当你虽然最初开始时 你没有说完全全部正了 但你一定明白决心中的道理 到悟心达本 那叫做悟心本集 那那个时候的悟心达本 那就是极灭力 那不是说你真正正得后面的果地决中的极灭 而是你已经用到那个极灭力 在你每个起心动念处 你再也不随它流转 就算能够能觉的清静现前 你也不甘心被能觉 你也能够察觉能觉中的忘之 能够体会你虽然现在看到是能觉 但你已经知道了哪个执手在哪里 忘之在何处 那这种心中的智慧 这种行者下手处就是极灭力了 那念念之间 他都能够知道归向本来 在每一个起心动念的作用处 他都能够体会本来 那叫极灭力 不然的话 你说极灭力怎么用 行者用极灭力 根本不懂心中的道理是 你根本体会不出极灭力在哪里 如是如何下手 对吧 所以既然在这个上面 你明白这个道理 他当然能够还照清静 而且至静 因为明白那个极灭处 他就是一切根本性德之中成名处 在成名之中 何妨给他立个名字叫做至静 就是至静 至静是在哪里说 这就必定从觉 能够入一切绝名当上说 那入一切绝名在哪里说 就是根本性德之中 一体绝名中的极灭上说的 为什么这样极灭上说 你根本不能够再说 忘说真还有如是绝名 还真有如是二法中的绝名呈现 那是你根本了 明白决心中的极灭 那个极灭就是 你在智慧担当上面 你根本不会忘做 也不会做二想的极灭 但是这个不忘做 也不会二想之中 他必定能够圆满成名 圆满呈现 那才叫真极灭 这样你不能呈现 那你才叫极灭干嘛 不能呈现说极灭 那极灭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种攀缘执着 因为极灭都不被他极灭 那才是真极灭 所以那叫至静 所以这一步一步讲下来 就让你去慢慢体会 决心是怎么样去体会 去深入的 那每一个不管在三摩波体 在蛇摸他或者到极灭力 你是怎么样去参的 不然的话你都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极灭力在哪里极灭 至静在哪里至静 我就憋在那边 以为叫至静吗 再也声音来我就不听 对吧 眼见色我装作没看到 我最近在脸书上贴了一篇文章 就原因老人 很多人叫我不要讲名字 我觉得不讲都好像对不起 佛门弟子 因为他老是 像现在很多人 就是老是相牵入火坑 这个心中心法 原因老人写了很多书 你看那个书上 过去我看他的书 没一句话很有道理 看不出任何破绽 可是看来你看他 影像中他来开始 那完全就发现 一个人讲话 怎么跟他所写的东西 居然这么大的差异 那你就知道原来很多文字 是可以抄来 是可以抄来 他就说 他是讲内言经的什么 入流网锁 他就说你譬如说看电视 声音 电视在前面 声音 虽然他放了声音 可你听不见了 有影像 可你没看到了 瞎子了 那笼子了 那叫网锁了 电视在眼前 他比喻电视在眼前 那前天是有声音 那你听不到了 前面有影像 你看不到了 这叫网锁了 这叫断灭根了 那不叫网锁了 那眼根耳根都没了 我看 所以他根本不是讲到心 还叫心中心呢 既然讲到心中心 那你看到那个声音 你在阴沉上面立的心 你忘记能够起成阴沉上的心 那根本本来的面目 那个心呢 才能叫心中心嘛 这样你明白这个心中心 你怎么会在这上面讲 看不到了 听不到了 就入流网锁是知道 原来你觉得过去一切阴沉之中 有任何的能锁的对待 其实都是一体的原名 那叫网锁 所以刚开始在于文中 出于文中 入流网锁 现在你在文中 过去在阴沉上面 在尘中 你要知道是根 耳根 在根中 你就要知道是尘 久而久之如是发心 久而久之慢慢纯熟 文尘就知道是根 指尘就知道是根 就类似中门讲的 看见有脚就知道有牛 还要看尘还要回来吗 还有这种手势吗 不必 指尘就知道是根 既然指尘就知道是根 那根本在尘中 跟你在在尘再根 根本没有什么所入所留 在尘就知道是根 你就是再也就不是过去 众生跺在尘像中的造作业力来 他已经感觉到根中的亲民了 那何妨有尘嘛 尘像线简柱就是根线简柱 就好像看到尘尘 你就知道是尘体了 看到尘尘就知道是尘体 表示你已经知道 原来尘体跟尘尘就是一了 那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尘尘回到尘体中来吗 没有嘛 往锁了 也没有什么入流了 这才叫出一文中入流往锁 那是在这个入流往锁中 是你能够在根中更亲民的 在绝体上更圆融 圆明 你根本不必离开音声成像 影像 那当然我贴的是整篇 那整篇那当然那里面乱七八糟 说的当然一堆 可是后面 后人把它当成什么 这现在心中心超越出家人的了 很多出家人还跟他学了 他第几组了 心中心第三组 所以你就看到这些世间人呢 根本不懂心法的人 根本不是在心中 就是根本从来不在心中参 书超了那么多都不回头的 文字超了那么多 因为他写那些书真的写得很好 那听他讲就肯定知道是超来 超来 那书超了那么多 超应该也有功德吧 超久了是不是 不想说超经功德书胜行吗 超久了应该也能够吧 自己暧昧 真正自己心都不动一下 那就自己在那边一天到晚 就要想要狂豁于人 以为自己立足 自己在这个上面 你自己认为自己是祖师 在这边启程狂想 你就算超经也没有半点功德 就我放在网路上 放在我脸书上 当然法师不必去听了 不必去看了 假设有的人过去 假如说真的对心中心有相信的 突然听我这样讲 心中起怀疑的 不妨下载来看一看 永远打破 还回来好好老老实实 做个世子 就不必再起外面的那种攀缘 所以不是如是心 不是得自己的心中 你就会发现 现在时候的言论 都在外面的绞绕而已 都是在绞绕 你明白这一念心理 当然就能在心里面去体会 那个大觉心理的本来一体圆明的致敬 那个致敬之中 根本不必要你去败坏一切项 损其色 坏其项 那个都是妄作的行为 一切法你不必去刻意去避开 也一切法不必去损害 损败 在那里不必 在这个不去避开 也不去败坏一法 不损害一法之中 你要体会那个觉体的根本 因为没有觉到那一切法 那一切法都不能安利 你现在能够指出来的所有的一切法 都是决心之中之所呈现 只是过去我们坐在忘觉之中 在感觉上面 你老受感觉的视力已经很久了 所以现在叫你回到决心来 你就会怀疑 我只要回到决心就好了吗 眼前这些我都放弃了吗 都不要了吗 就还叫你在镜子之前告诉说 我只要回到镜体上来就好了吗 镜色我都不知道了吗 光这句话就知道 你不是找镜子的人 也不是修心的人 你真正照见镜体一样照色 不但一样照色 而且是更明白一切镜色 你真正明白绝体 你一样知道世界 你要更明白世界 那一切世界叫做圆明 你不知道绝体 每一个世界显现处 每一个感受显现处 就叫沉沦 就叫沉闷 就是地狱 他每一个感受 你都是在被他牵扯 都是跺在众生的执着的夜感 这么沉重上面 你以为你还知道什么吗 那就当局者明 你根本不知 现在就是要你更能够明白世间 你活在世间 要更能够明白一切世间 那更能够明白一切众生世间 才要你懂得灰光返照 照此决心 不要辜负了来这个人间一趟 不但不要辜负来人间一趟 也不要辜负你将来所去的任何世间 因为你只要辜负了所去的任何世间 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就躲在世间的妄知 随他流转 当局者迷 就是辜负 那怎样不辜负 就是在一切感受当下 你都不随当局者迷的业力流沉沦 你都能够清清楚楚 能够明白这一切变化 一切世间的作用 这叫不辜负 但是什么人才能够不辜负 唯有证得自己本来决心的人 唯有念念之间站在决体上的人 所以这才是真正不辜负 所以在极灭力而起的致敬 是那个明白成名的致敬 所以在这个致敬当下 下面那句话 助于清静 致敬当下 就助于你感觉全部 本来那个致敬是根本极灭的致敬 但这个致敬刚刚讲 就是大决心体必定的致敏处了 所以在这个致敏处 你似乎就好像就一种作用 叫做清静 那个作用 你为整体的极静 就是能够显现出如是清静 你整体的极灭完全脱出 就是整体投入在清静中 叫助于 但是整体的极灭 脱出清静时 虽然叫助于 但懂得这个道理 他就会知道 这个虽然是脱险出来的清静 他也不失如是极灭 还是不失极灭 决心就是如此 就好像讲到静色 静体 你明白静体时 静体从来的无作 它就随缘 就是具体呈现一切尽色处 整个静体 具体 脱出尽色 那你为什么能够 最后你能够明白 那个具体的脱出 是因为你已经知道 根本无作 在无作之中 你再讲脱出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要倒进 这个静体中的 作为一些信用原名而已 不是说还在 在这个文具上面 名字上面 还在起身种种嚼饶 所以在决体之中的 后面的后柱 是要脱出种种清静处 你明白那个脱出 是因为你知道整体的作用 整体的作用 你才知道那个极灭 所以在整体的作用的极面里面 你何妨脱出 说后柱清静 所以这里面 只能更让你原名 更让你解释清楚 原解一切决心的 种种作用 信德作用 所以这个柱 也不是真有一法可柱 那是真正心中 整体了然的担当之中 不过随缘具体呈现 就是后柱 那种自在 那种根本不是那种 不是那众生妄想之中的障碍 那也不是那种怪力 它是具体的呈现 所以这菩萨者 在这个决心上 在这个作用中 叫明先修成那 后修舍磨他 你要先明白极灭 你自然能够呈现的致敬 而且呈现的致敬之中 会住在如是亲近 全体脱出那种亲近 叫后住舍磨他 然后再讲下面 就是一法一法中跟你讲 你会发现决心之中 虽然这后住 这亲近 但他也是不断的 在这个决体上 他还是起成不断的变化 所以你要更能够明白 决心中的不断的 种种的各种角度的变化 所以若诸菩萨 以极灭力而起作用 既然前面已经中 叫做剑本 剑体旋即 你已经明白 那个体剑 就是这个剑茶的剑 一个金字旁的剑 剑体旋即 你已经明白 那个其中 决体的旋即 你深入如是 那个根本的极灭 叫做以极灭力 然后明彻 在这个极灭之中的明彻 明就是幽明的明 明彻 这个幽通 明彻幽通 这叫做而起作用 这个极灭力的作用 为什么叫明彻 这个明不是真正 有种造作之中的作 所以叫做明彻 那不是你现前的众生 能所知见上面的 所一切 以为有的造作 所以叫明彻 那幽通 为什么叫做幽通 因为刚刚你知道 那是根本体中的 深旋的旋即 所以这个深旋的旋即之中 它就在这个深旋当下 它能够启成种种幽通 那个幽通 就是随缘 它就能够通了显现 通晓显现 但是为什么说 幽通 它不是那种 感受中的造作之中的 种种 那种 妄想 那不是那种造作之中 那种狂解 那是心性之中的 根本的幽通 所以以极灭力而起作用 你既然已经懂得那个大决体 才能够明白极灭 那这个极灭之中 当然知道它能够起成作用 因为极灭之中 一定不违背一切作用 不暧昧一切作用 所以你能够明白极灭处 叫做以极灭力 那当然照进还照一体的原名处 那叫幽通处 那就是幽通处 所以于一切尽 即用随顺 于一切尽 即用随顺 在一切尽界之中 即用随顺 现前所的尽界 再也不是过去 我们以为有的心中 心外的 所有一切的 心外 任何一切的那种 感觉的执受 那种建立 那你完全知道 那些都是心 那些尽界 其实都是大决心 体决心随缘的尽界 只在这个尽界当下 你以尽界 现前处 你以为是完 你全然以为是完 那你以为是外 是哪一个不是心中所起的 就是心中所启成的 或许讲这句话 还有一些人不太相信 什么一切外处都是心中所启成的 就像我们现在活在的世界 你以为那些外 现在看到山河大地 一切环境 那些变化里面 我明明看到是外啊 那怎么说是心中所启成的 那这一些山河大地 哪个不是你业力 所呈现的一切 一报时间 那一报的时间 就是什么 环亏你心中 受如是业 不是吗 你要是根本心中 不知道如是业 外面山河大地 你根本还不知道 有哪里叫山河大地 你心受如是业 外显如是尽 不是吗 那外面显得如是尽 就是让你受如是业 虽然讲的是一报 一报不是让你在受如是业 就在受如是业处啊 所以外面的任何的山河大地 又不是一个定法 每一个人 事实上是每一个人 心境不同 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山河大地 他感受心中 感受感召的都不一样 回馈的是不同 那你到底说 山河大地是有识吗 还是这是业力有识 那你说在共相上面 有山河大地啊 那是供业如是啊 毕竟我们都是人间的供业 所以人间所见的山河大地 似乎都是你见我见 都是类同啊 但是事实上仔细思维 你见的山跟我见的山 同样一座山 我们感受不一样 受报不同啊 那你没有心底之中 内心之中在这上面 不断的业力之中的这个呈现 你三河大地 都你都还不能够 眼前看的世界 你都还不能够解释了 你之所以能够解释 三河大地 你就是在一切事件 一报当前 你不都是在什么 都在自信之中 不断的承受吗 那都是内心显现 全是内心显现 因为是内心显现 所以事件才有转机啊 所以不同的业力人 你根本不要转变事件啊 那事件就会随你转 不要转变事件 事件就随你转 这个要听清楚 所以不像那些外面的人 那个妄想因为风水 不懂风水的人在外面 老是想要改变事件 弄出种种什么变化 这个家里面前面盖一个什么东西 挡一点什么 这个后面弄个什么 造作那边挡 你越这样子做 你越不肯认自信 你越还是抓到前 前程上面的种种妄想 成像之中外在的那种感受 你越抓外在越蒙昧自信 越蒙昧自信 越受不了外在的势力 你只要有受不了外在的势力 外在它就能够 它就能够凌破 就是它那个势力中 它就能够败坏于你心中的安宁 所以你再怎么样去布置 都是败坏风水时 都是败坏 因为心中 你越来越暧昧 就越来越没力量 你越是在想到外面的力量改变 你时心里面的力量就越来越 暧昧 越来越磊弱 越来越磊弱 外在的势力就越来越感觉 越来越强 外在越来越强 所以它就一直攀缘 外面要改变 反而外面就一直不断在 逼迫它 就感觉在 永远改变不了 所以因为是内心物 你心变一切 三个大地都变 你不必刻意去破坏物体 你物体根本都不要去动它 自然就变 你有得的人到 过去 过去你讲的穷山恶水上面 有的人去住住看 马上 一切草木都生出来了 完全就不同 过去不是讲到 那个广青老子上 这个故事不太讲过没有 以前不是开那个梳花公路 有一段路开不过去 这好像有记录在 蒋经国回忆录里面 有人家开不过去 一直在那边做死人 都是起大步 开不过去 怎样机械 因为那个时候机械也不发达 怎么样都过不去 结果就跟他建议说 听说有个水果石 那个有办法 他个人有办法 听说蒋经国就起来 广青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 广老到这边跟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改变 他就要改变 怎么样把这个戾气化解 广老说我没有办法 我就是一个和尚 我没办法 但是大家在 在请他帮帮忙时 他就那我就住在这边好了 听说就住了几个月 他下山以后 这个就开过去了 就开过去 再也没死人了 听说好像是叫雷锋塔 那个地方 后面还弄了很多什么词 就是死掉那些人的词 在那个地方 然后收录在蒋经国回忆录 大家去查一查 我是听 看过这个文字 但后来我也再找 找不到了 过去不知道在哪里 看到这些文字 那事实上是好像就有这个事实存在 过去古的也有 又是旱灾 叫那些祖师来 那祖师也说 我不知道怎么样化解旱灾 我带大家念佛好了 在这边住一段时间就下雨了 就开始下雨 那得恨能够变化天体 那哪个不是世间的一切境界 不是心境中 内心中所呈现的 所以只是众生凡夫不知道 他永远是抓在外境 因为过去 执着外境太深了 所以现在告诉你 外境其实内心所现的 你永远不可能相信 那只要你是想要回头的人 只要你是真正懂得 再也不甘心流转的人 你真的就会慢慢发现 你所处的环境 都是你心中现前的业力表现而已 你根本不必去改变 世间上任何境界一点 只要变化你的心 你心中若变 世间上感召的都不一样 同样东西都还在 但它的作用就不一样 六间眷属 一切清源都在 可是它将来就是菩提眷属 你不用去改变谁 你也不用去 想要去变化谁 想要去逃避谁 你越想逃避 表示你心里中就是那个业 还是那个业 你逃不了的 你将来投胎 居然同样的业力的清源 还在你眼前 还是在受包 就是如此 那清源 我刚刚讲清源 还有清冤都在这里面 人都如此了 和事物也是 依然都是一样 所以 与一切尽 极用随顺 那种极用 是真正知道 根本性体之中的 本来面目 那个极 所以在本来面目上面 随缘应用就是用 所以他当然能够随顺 随缘应用之中 他就不是那种委屈 被动随缘 那是心体的根本的种种 本来灵敏的随缘 所以心体之中的灵敏的随缘 他不但在那个缘起 这个因缘现前处 他能够真正能够应缘 就能够现前 他还能够什么 他还能够利益一切因缘 所以那还是后面的随顺 他才能够在一切缘起当下 他不但自己知道 他必定能够随顺 随应 但他还能够什么 还能够变化一切因缘 那叫随顺 前面是信德之中 必定能够随缘的随顺 后面是在缘起 呈现出必定能够应如是神德 显现的一切的随顺 他这里面一点造作都没有 一点造作都没有 所以就好像镜子 镜子它一定有能够随缘现色的随顺 因为它能够随缘现色的随顺 所以这个色中的元气 从镜子造出来以后 就能够体现出种种镜性不同 镜体不同的种种随顺 所以玻璃镜中有种种色 琉璃镜中种种色 琉璃镜中同样造色 可是琉璃镜中印出的色 那个色中的光润 有不同于玻璃镜 胜过玻璃 它一样是必定能随 能够随应 可是后面的随顺 那就是菩萨恨了 那是真的菩萨恨 那个随顺能够脱显出一切 众生必然的亲民 能够以你的根本中心中的亲近 能够环照众生 的亲民 那是大随顺 那是真的大随顺 所以至于一切尽 极用随顺 那也就告诉你在一切感受中 那一切什么什么 他三摩波迪 在一切变化 那是根本大随顺 那是根本性德之中的 本来的应用 本来的随缘应用而已 此菩萨者 明先修禅纳 后修三摩波迪 所以在这个决心上 叫先修禅纳先懂得极灭 然后能够启成种种担当的变化 那种随顺的作用 叫三摩波迪 然后再来 如果诸菩萨以极灭力 这个极灭力 前面已经知道 已经在这个上面 一直在讲 那每一段中还是要特别再说 就让你体会将来 你要在极灭力上参 怎么样参极灭力 你要如何念念之间 去观察如是极灭力 你要真正念念如是 观察如是极灭力 你那你念念之中 才能够入如是力 这前面是观察 根本性德之中的极灭力 它的一切利用如是 将来你在这个如是思维观察 反观当中 你才能够入如是力 你才能够心中 才能够真正正的如是力 用上如是力 所以要在哪里做观 在真性无作为极 在真性之中 你知道那个无作是极 那因为是 你在当时在哪里说 那个无作 是你能够担当 根本性德之中 陷进一切处 我讲到陷进一切处 时已经省略一个字 我本来想到 陷进一切做处 但我怕你说 无作陷进一切做 大家又听乱了 因为毕竟还有很多 法心的菩萨在旁边听 怕大家又听乱了 只在这个上面 已经告诉人 行者的担当 是你你之间 最初下手时 已经在决心上面 那个决定心中 已经不疑惑了 所以后面再跟你讲说 无作陷进一切做 你都不应该在文字上 再有疑惑 为什么不应该 在文字上有疑惑 因为你是在决心中参了 我所谓的不疑惑 决定心是在你 念你之间 在决心上体会 而不是在文字上解释 文字上解释叫萧文 佛法之中都告诉你 每一个文字 要消归自信 不是吧 所以每一个字 你都要在 信德上面去体会 你要在那个决心上面 体会 决心上面能够 他本来 从决入决 就是无作 哪有作 决在现决时 他不必再做一个决出来 不必做 哪有作 这根本不必 再做一个决出来处 他能陷进一切决 那方便看到 他就成做一切做 成就一切做出 为什么能成就一切做 他真的有你刚刚以为 那种造作 他在造作之中 反而不能够成就一切做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一个造作之中 他就属于这个做 这个做就不是哪个做 他在黑做之中 就不是白做 他在大做之中 就不是小做 他就不会呈现一切做 那陈现一切做的 就一定是什么 他一定不剁在任何做处 不剁在任何做处 就是无作 所以这个里面 决心上面 你不管是反餐 这个正餐 反餐 礼餐 事餐 你都要这样猜 礼餐你知道是决体 根本他不必再跟立做 但是他一定能够骗决 事实上你就知道 在无作中 现做 做一定是无作 骗现一切做处 就是无作 假如真的是剁在做中 那反而断 没有了一切做 反而真的是败坏做 那为什么你觉得 你平常用的那个决心 每天这样子感觉到 决心到处 每天都觉得多采多姿 就是这种无作中现做 所以做也归无作 你才能够多采多姿 假如做就做了 做就现做就做了 那你就一采一采 那一采一采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 多采多姿 你不知道多采多姿 你就不知道一采一采 我只能用这种 批语了 可能不是很好了 这种就是 明白那个信中 跟明白 就是礼餐事餐 都要去体会 所以万化归原为灭 万化 所以你知道前面是真性无作为极 下面你就能够担当万化 你担当万化就叫万化归原 原就是一原复始的原 二下面一个尔文 一原复始的原 万化归原就叫灭 你看尽一切做处 你都知道是绝 就叫灭 所以这里面已经告诉你 极灭力在哪里参 你能担当一切感受 一切念头现前处 那行者如何在一切念头现前处 能够万化归原 这就是行者的功夫了 你在每一个念头现前处 过去眼睛见色 耳子纹身 觉喜觉怒觉爱觉乐 你都要知道 觉得是谁 谁在觉得 所以觉得是谁 不是在感受之中 在找一个谁 我也看过一个在家人 讲觉得是谁 好像在感受之外 在找个谁 他不是让你舍掉这个坑 在跳那个坑 觉得是谁 就打破过前面的执着 起身那个疑情 他没有叫你后面说 你真的要找到谁 他叫你过去你妄认 打破过去的妄知 那叫疑情 你真正知道 那个疑情现前处 你根本不在哪个谁上 说谁 就是能觉着谁 不在觉着谁上说谁 将来你才能够知道 你在有个谁上说谁 那不还是那个 所觉中的过去的流转吗 所以那不是一般的众生之间的 这个行者之间中 就在一切感受现前处 觉喜觉怒 觉爱觉乐 你明白觉得是谁 那就是念念之间知道 决心现前处 决心现前处就是感觉 我每天都活在感觉里 就在每天活在的感觉之中 这么强烈的感觉上面 你能够认出 他的决心的作用 否这叫行者的难行能行 这是一切行人的苦恨现前 这是真苦行 因为他不是你一般的知见 所以才说 普贤菩萨行法经中 叫打破新意识 就在这里打破 不是新意识打破以后 叫没意识 你要是说新意识打破 叫没意识 我看你很没意思 不是没意识 是打破过去的那种 过去的思维的那种 那种模式 所以你当然就能够在万化里面 慢慢体会了决心 决心的作用 你如何在这么样强烈的感觉当下 你能够慢慢思维 他就是我的决心 甚至于在净土中就说 他就是我的无量光 无量寿 你在这个上面就叫真念佛 真供养阿弥陀 那是真供养阿弥陀 怕你念念之间 你不能够觉察 所以在给你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字 名号让你来念 那你不就是在念中吗 你在念中看到这句名号 叫你念念之间 清楚这句名号 就好像你过去在喜怒哀乐 看的那个念头是一样 但是过去在喜怒哀乐中 看的那个念头 那个念头幻觉太强了 那不是真发决定心人 很难在这个上面 找到自己本来面目 因为很容易就被流转了 现在给你一个名号 那个名号就是圣人的名号 所以你在念它时 其实那个念头 还是过去喜怒哀乐 同样的业力都叫念头 但是因为它是圣人的名字 虽然都叫念头 但它有圣人的名字 所以在这个念头的圣人名字上面 它好像就有什么 反馈你圣人的这种气氛 反馈你圣人的这种感觉 那叫做染香人 香光庄严 所以你在看到这个念头当下 不但在念头上面 没有过去喜怒哀乐 那么强烈的世间的感受 你在念头当下 在不知不觉之中 还被反馈香光庄严 所以你当然就在念头里面 能够体会能觉的是谁 目的还是在这里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念佛 有保认 讲到大势至菩萨 圆通章 讲到香光庄严 就讲到这里 你染香人 那为什么中门主师过去的 中门主师讲说 你要真正有大力量 才能够在喜怒哀乐上面去掺 就在念头上面 要发决定性 但不能你就好好念佛 但好好念佛不是在起曲解 我念佛 这个时间太苦了 说不太苦 我要去西方 我要去西方 我再也不来说佛了 一天到晚不念佛 打尽妄想 不好好念 这是抓着念佛 在败坏念佛 这样子念的人 你会发现他一点都没改变 业力还是业力 一点都没改变 不但没改变 还会起幻觉了 还有人问我说 法师 我现在念佛 嘴巴不要出声 佛号就出现了 那叫成片 我说你成天在骗自己 成片 那叫成片 那不过叫做因运 鱼 还不是因运 鱼运 你可能前面一段时间 用心过度 鱼运 鱼流的鱼 因运的运 运绿的运 鱼运绕梁 绕着你的头在转 你以为那叫你不念 他就起来 你还有一个说 我不念 他就起来 那你那个还没念 那个心中 你还不知道是绝 你还在那边 用凡夫之见 以为我不用念 所以他以为那叫成片 成片是真正 你知道这绝体的一体原名 能所打成一片 你在这句符号上面 就像刚刚讲 在任何念头 喜怒哀乐上面 你知道是绝 将来知道 真正正到这个绝时 绝心献前 一样知道喜怒哀乐 但是他还是喜怒哀乐的 种种造作嘛 不是 他是智慧的明白 当他明白时 其实再成 再绝就是一体 他叫成片 所以在这个成片之中 才能够什么 才真正能够让你在一切法中 没有障碍 他才能够骗及一切法 那是真成片 不是说你念佛念到最后 你不必念了 就一大串现前了 那叫成片 那声音一直不断地涌现 叫成片 那叫做成天骗自己 因为你在那个声音现前处 你还有个声音啊 说我不用念了 声音现前了 那那个是谁 那个是佛吗 那个他还知道自己的决心吗 所以那就是众生的瞎扯 都是在瞎扯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瞎扯 就最初念佛时 就不是在决心上残 最初在接触这个佛法 在光念佛这句话当下 就不是在菩提心上建立的 菩提心就是告诉你 念念之间 为照如是大圆绝体 就是发菩提心 唯有照见如是绝体 才毕竟将来 念念之间 毕竟不受生死流转 唯有真正正的如是绝体 才能真正将来 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方便用净土中人讲的 倒归极乐 那才是你跟信中的 根本毕竟叫做极 那毕竟是趁信而显的大乐 过去在喜怒哀乐上面 都是感受先前的 种种业力的执着 将来你知道是决心时 过去你以为的业力执着 哪个不是只是于 随缘的称性显现而已 那都是称性大乐处 那个乐就是必定随缘称性处 过去在静色上面 你受静色的流转 迷惑 将来你要真正知道 这净体时 哪个净色不是净体 整体称性的显现处 那个称性叫做大乐 那叫大乐 为什么叫大乐 因为所流出处 没有半点忘直 没有忘直 忘直是什么 苦 就是苦 忘直为苦 你只要执着就是苦 明明从静子显出的静色 你知道是静子时 静色没有半点忘直 那都是随缘所呈现千变万化的大乐 但是你忘了静体 每一个静色显现处 都有忘直在其间 就这么快 你忘记静体 忘直就现千 那个忘直就是苦 从此以后就流转在种种苦受中 你要明白静体 实在根本就没有那种苦 那当然叫做极乐 明白这决体时 你一切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你根本称性的极乐 那一切感觉都是你称性的极乐 那你说你每天 日常所见的世界在哪里 不在一些感觉中吗 那你都活在这一切感觉的极乐的感觉中 你当然叫做极乐世界 佛国净土 你当然天天活的都是佛国净土 但是他下手处事实上是跟中门讲的是一样的 只是在讲法时 一定要把这些都讲清楚 平常你就要在一切起心动力 洗脑哀乐当下 你都要去担当 那就是决心献钱 因为担当决心献钱 叫做万化归原 你才能够知道那个灭 那个灭是行者心中智慧的担当 那个灭 再也不是众生的妄想伎量 那叫做灭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 你都能够清楚 洗脑哀乐献钱处 每个恋头献钱处 那你当然回过头来再想 那凡夫在下手时 洗脑哀乐势力太强啊 那可能有的时候 虽然有的好心要下手 已经在上面掺了 可是看到洗脑哀乐处 他就会被气氛流转 你又不能够离开 洗脑哀乐说找到绝 对吧 你在这上面还不能够有任何取舍 你又看到洗脑哀乐又被他流转 你又不能离开 怎么猜 你当然心中起成种种 因为心还不存熟 所以心里面会起成种种恐惧 疑难 所以在方面告诉你 就那一念阿弥陀 那一念阿弥陀 那个念心起初 就如同你过去的洗脑哀乐 但是现在你把它改成了诸佛的圣号 所以他在这一念中的圣号的名字 影响之中 他不但在念头上面 还虽然是念头 但他在念头上面 还能够回馈你圣人的相光庄严 你自己念念之间都要知道 在决心上参 你的决定心了 他在念头上面 不断让你念念 还能够更巩固你在决心上参 那叫相光庄严 更提醒你念念要还到归缘中参 那叫相光庄严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没有一个念佛人不至诚恳切的 因为你在念的 这再也不就不是 只是他方世界第三人称的佛名了 那个没有离开前人佛名的圣名 圣人的名字 但你念的是什么 念的是你念念与圣相应的那一念心 你念你呼召的事 你念到阿弥陀时 你看到你根本能够启程 将来必定能够报答阿弥陀 你同等的阿弥陀的功德的那一念愿力 那一念愿力最初呈现出 在你念佛当下你就能够明白时 那一个愿力在你心里深处就叫伐藏 就是伐藏 那就是菩萨种 他念念看的都是世间感受念头 他叫世间为王 但是念头当下他都懂得回光 叫做出家 向道 这作用都在 那个经文之中讲的每一个作用都在 世自在王啊什么 其实都有他的道理 没有一个经文是跟你讲故事 都是讲那个菩提心中的整体的图腾 都是让你去了解原来心境中的 你要怎么样的安部 怎么样的为自己 行者为自己的架构 不然你知道法杖在哪里找法杖 所以你当然知道 阿弥陀佛法杖发的大愿 就若我成佛 在我国土之中 若是还有一个众生 就是在你这一念担当之中 你还沦落在众生向上吗 你最初因地心中都知道 在你这一念愿心 这是国土 你这一念愿心的领域就叫国土 这一念愿心的领域之中 你还随着众生就是每一个感受流转吗 你因地心中都这样猜的 将来你的国土 当然你的国土之中 就没有众生流转 所以他不取正觉 对吧 这还有一法不是觉 你就不是叫正觉 就不叫做大彻大悟 你还有一法之中还在分能分所 那都不叫大彻大悟 还在分我觉所觉 那都不叫大彻大悟 那都还是在感受之中流浪而已 所以那个心里面的智慧 那才是真正在那里面参照万化归原 万化归原 那那个智慧是 你能够体会 我要讲的是这个灭子 就是你真正体会这个道理处 那个心里面的那种 作用之中的灵明 但在那个灵明当下 你是念念不同于世间 凡复的妄想造作 那种极灭 那是真极灭 不是有个法叫做灭 那是真正你懂的那个法 是你行者正的那个心法之中的极灭 那体会处 那是真极灭 大众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夫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弟子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